秘鲁避完十大景点 秘鲁在16世纪前是印加帝国的主要地区 16世纪后被西班牙打败而成为西班牙殖民地 19世纪时独立 秘鲁是美洲大陆上最多古文明与神秘文明遗迹的国家 有名的包括印加帝国的马丘比丘 以及神秘的纳斯卡线条 还有美洲目前发现最古老 公元前2600年的卡拉尔城市遗址 并且在秘鲁有高达80%几的原住民和原住民混血人口 所以原住民文化浓厚 这次我们一起来进行南美古文化探索 看看秘鲁避完十大景点 第十西潘考古遗址 西潘考古遗址位于秘鲁兰巴耶克地区 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它于1987年由沃尔特·阿尔瓦发现 此后被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发掘 智信 盖遗址在公元200-700年期间 曾被默切文化所占据 并且是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默切建筑和艺术典范的所在地 盖遗址由两个主要区域组成 大金字塔和红色金字塔 大金字塔是一座大型阶梯金字塔 曾用作宗教仪式和其他仪式的中心 智信 它建于公元500年左右 包含几座用于埋葬默切社会重要成员的坟墓 在这些坟墓中发现了许多文物包括黄金首饰 陶器 纺织品 武器 工具 和其他物品 这些物品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个古老文明的文化 红色金字塔是一座较小的金字塔 位于大金字塔附近曾用作默切人的行政中心 它包含几个房间壁画描绘了日常生活的场景 如钓鱼 狩猎 农业和战争 这些壁画是当今保存最完好的默切艺术的一些例子 西盘考古遗址 还包含许多其他建筑 如广场 寺庙 住宅 作坊 墓地 灌溉渠 渡草和水库 为这个古老文明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在西盘发现的手工艺品 现在存放在壁鲁各地的博物馆中 例如兰巴耶克的西盘通巴斯皇家博物馆 其中展示了许多这些手工艺品供游客观看 西盘考古遗址 为了解南美洲最重要的文明之一 默切人的文化和历史 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艺术 证明了他们精湛的工艺和独创性 至今仍令游客惊叹不已 第九 库拉普要塞 库拉普要塞 是位于壁鲁北部高地的一个古老考古遗址 智信 它是由查查波亚斯人建造的 查查波亚斯人是公元900年至1570年 在该地区繁荣发展的 前印加文明 要塞位于海拔3000米的山脊之上 占地面积约6公顷 堡垒采用独特的 干石墙技术建造 城墙高达20米 破达10米 墙壁上装饰着复杂的雕刻和雕塑 描绘了各种动物 神和符号 城墙内有数百座原型食屋 其中一些至今仍屹立不倒 这些住宅可能被用作居住在库拉普堡垒的 刷射波亚斯人的居住区 这座堡垒于1843年由德国探险家约翰逢楚迪发现 但直到1857年 法国探险家奥古斯特伯努力 才对其进行了适当的探索和记录 从那时起 库拉普因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 和独特的建筑 而成为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库拉普要塞 因其年代久远 以及对茶茶波亚斯文化的重要性 而被认为是秘鲁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他提供了对这个古老文明如何生活 以及他们如何与环境互动的洞察力 该网站还提供了对他们的精神信仰 和实践的一瞥 如其墙上发现的许多雕刻 所证明的那样 由于其文化重要性和独特的建筑 库拉普堡垒自2018年以来 已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他每年继续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前来惊叹于这个古老的奇迹 并更多地了解秘鲁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第八 昌昌考古区 昌昌考古区是位于 秘鲁拉利伯塔的地区的一个考古遗址 它是南美洲最大的前哥伦布实习城市 并于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 该一只占地面积约20平方公里 包含九座主要城堡或城墙建筑 由奇木文化 于公元850年和1470年 奇木文化是一种强大的文明 在公元900年至1470年左右 在壁鲁北部海岸繁荣兴盛 他们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成就而闻名 包括建造 具有精心设计的灌溉系统和防御墙的大城市 常常是是他们的首都 是政治 宗教和经济活动的中心 它在鼎盛时期 也是估计有6万人的家园 这座城市分为9个不同的城堡 每个城堡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和用途 城堡周围环绕着有土砖砌成的大墙 墙上装饰着复杂的雕刻 描绘了日常生活场景以及宗教符号 每个城堡内都有广场 寺庙 宫殿 作坊 仓库 和其他用于各种墓地的建筑物 例如行政活动或宗教仪式 常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 是其精心设计的灌溉系统 使其牧人能够在沙漠环境中 种植玉米和棉花等农作物 该系统包括穿过城市的运河 将城市的不同部分相互连接起来 以及在干旱或洪水期间 储存水的水库 游客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 探索昌康遗址 参观考古区内一些最重要的遗址 如彩虹神庙 龙神庙 星神庙 巫师神庙等等 昌昌是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 可以深入了解南美洲最先进的 前格伦布文明之一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灌溉系统 展示了这个社会 在公元1532年开始 与欧洲人接触之前的先进程度 第七瓦斯卡兰国家公园 瓦斯卡兰国家公园 是位于安卡什地区 比鲁安地斯山脉的一个保护区 始建于1975年 占地面积34万公顷 该公园拥有各种生态系统 包括高海拔草原 湿地和热带森林 它也是世界上一些最高峰的所在地 包括壁鲁最高的山峰瓦斯卡兰 6768米 该公园以其令人惊叹的景观 和生物多样性而闻名 它拥有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群 包括200多种鸟类 和50多种哺乳动物 该公园还是几种冰为物种的家园 例如眼镜熊 安地斯突婴和山墨 瓦斯卡兰国家公园 是壁鲁沿海城市的重要水源 它的冰川为灌溉和水力发电 提供水源 该公园还通过旅游业和其他活动 如徒步旅行和登山 成为当地社区的重要收入来源 由于其独特的自然美景 和文化意义 该公园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 它拥有数个 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考古遗址 包括位于和卡罗斯的前印加遗址 该公园还包含几个印加遗址 如马丘比丘和奥阳泰坦伯 瓦斯卡兰国家公园 让游客有机会探索秘鲁一些最壮观的风景 同时了解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游客可以参加徒步旅行 登山 观鸟 钓鱼 漂流 骑马 露营等活动 或者只是从众多观景台之一 欣赏壮丽的景色 多年来 由于其自然美景与文化意义的独特结合 该公园越来越受游客欢迎 它为游客提供了一次难忘的体验 即使它们离开了碧鲁雄伟的山脉 也将与它们长久相伴 第六纳斯卡线条 纳斯卡线 是位于碧鲁南部 纳斯卡沙漠的一系列古代地理标志 这些线条是由纳斯卡文化创造的 该文化在公元前200年 至公元600年期间 在该地区蓬勃发展 这些线条由数百个独立的图形组成 包括动物 植物和几何形状 它们的大小从几厘米到几百米不等 纳斯卡线的墓地仍然是个名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它们被用于宗教仪式或天文观测 其他人则认为 它们可能被用作纳斯卡文化 不同部分之间的一种交流形式 有些人甚至认为 它们是作为献给神灵的祭品 或作为吸引雨水的方式而创造的 这些线路由填满历史和石头的浅钩组成 这些钩渠在沙漠地面上排列成一定图案 这些石头的排列方式使得从上方看石 它们形成了可识别的形状和图形 最著名的人物包括蜂鸟、蜘蛛、猴子、鲸鱼和蜥蜴 其他图形包括几何形状 例如圆形和螺旋形 由于该壁区气候干燥 缺乏风雨侵蚀 这些线条已保存了几个世纪 它们只能从高处看到 要么飞越它们 要么从附近的山坡上观察它们 这导致一些研究人员提出 它们应该被神灵或其他超自然生物从上方看到 那斯卡线条至今仍是一个迷 并继续吸引着世界各地 试图揭开其秘密的研究人员 对于那些想要亲身体验这段独特历史的秘鲁游客来说 它们也是热门的旅游景点 第五 库斯科市 库斯科是秘鲁东南部的一座城市 位于安地斯山脉 它是库斯科地区的首府 曾经是印加帝国的首都 这座城市以其考古遗址 殖民建筑和充满活力的文化而闻名 库斯科市由印加人于12世纪建立 并在1533年被西班牙征服者征服之前 一直是他们的首都 此后 这座城市已成为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许多游客前来探索其古代遗址和殖民时期的建筑 库斯科是秘鲁一些最著名的考古遗址的所在地 包括Sexit Women 一座建在俯瞰城市的山上的印加堡垒 Korakantra 供奉太阳神印第的重要神庙 Kotumbamaki 巨星曾用于沐浴仪式 整个城市还有其他几处值得探索的遗址 库斯科的殖民时期建筑也令人印象深刻 许多建筑都是在西班牙统治期间建造的 拥有华丽的外墙和复杂的设计 武器广场是库斯科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因为他拥有秘鲁殖民时期建筑的一些最佳典范 库斯科的文化充满活力和多样性 同时受到印加和西班牙传统的影响 该是全年举办许多庆祝其独特传统的节日 例如太阳节和耶稣节 游客还可以在当地餐厅享用传统的秘鲁美食 或参加编织工作坊或烹饪班等文化活动 对于任何对历史或文化感兴趣的人来说 库斯科都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 他的考古遗址提供了对秘鲁过去的洞察力 而他的殖民建筑则提供了对其当今文化的一篇 有这么多可看可做的地方 难怪库斯科会成为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第四 克克湖 滴滴克克湖是南美洲最大的湖国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通行湖国 它位于秘鲁和波利维亚的边界是两国的重要水源 该湖面积为8372平方公里 最大深度为281米 它有几条河流供水 包括来自秘鲁的德萨瓜德罗河 和来自波利维亚的拉米斯河 该湖自前印加时代以来就有人居住 湖岸周围有许多考古遗址 巨姓自印加帝国之前 乌鲁斯人就一直生活在滴滴克克湖 他们用从湖里收获的芦苇建造了福岛 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需要四处移动 乌鲁斯人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些岛屿上 尽管他们的人数由于迁移到大城市而减少了 该湖还是几种鱼类的家园 包括鲲鱼和鱼 滴滴克克湖周围地区也吸吸着许多鸟类 例如火烈鸟、猪鹿、仓鹿、鸭子和梯 该湖也是青蛙和海龟等多种两栖动物 和爬行动物的家园 由于其迷人的风景和文化意义 滴滴克克湖长期以来 一直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游客可以乘船黄湖游览 或参观太阳岛或月神岛等 众多岛屿中的一些岛屿 滴滴克克湖周围还有几家博物馆 展示其历史和文化 该湖自古以来也被用作交通工具 在印加时代 它曾经是秘鲁和波利维亚之间 主要贸易路线的一部分 今天 它仍然被当地渔民用作运输工具 他们使用称为BOSAS的传统卢尾船 在湖水上航行 滴滴克克湖是秘鲁和波利维亚的重要淡水来源 它为两国数百万人提供饮用水 并为靠近其海岸的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灌溉用水 近年来 由于附近城市的工业活动 人们担心的地克克湖的污染水平 然而 地方当局正在努力降低污染水平 以便为子孙后代保护这一重要资源 第三 印加圣谷 印加圣谷是位于秘鲁安地斯山脉的一个山谷 靠近库斯科市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美丽地区 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脉 和深蓝色的天空 山谷是印加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可以找到许多考古遗址 圣谷是印加人重要的农业中心 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温和的气候 山谷也被用作军事目的的战略要地 因为它靠近库斯科和帝国的其他重要城市 印加人在山的两侧建造了许多梯田 来种植玉米、土豆、梨埋和豆类等农作物 他们还建造了灌溉系统 以确保他们的庄稼得到充足的水分 圣谷也是许多宗教场所和寺庙的所在地 供奉着印加万神殿中的各种神灵 这些寺庙通常装饰有 描绘印加神话场景的复杂雕刻和雕塑 其中许多遗址至今仍屹立不倒 让游客得以一窥这个古老文明的精神生活 圣谷也是秘鲁一些最著名的考古遗址的所在地 例如马丘比丘和奥阳泰坦伯 这些一直保存完好的令人难以置信 让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印加帝国 秉盛时期的生活方式 如果游客愿意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或自行探索这些景点 圣谷今天仍然是许多传统村庄的所在地 当地人继续研习传统习俗 例如像他们的祖先几个世纪前那样 在梯田里编织纺织品或种植庄稼 该地区也因其迷人的风景和迷人的考古遗址而受到游客的欢迎 总之 印加圣谷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地区 让游客可以一睹秘鲁的过去 同时为他们提供当今景观的壮丽景色 是来秘鲁不可错过的充满历史的区域 第二 科尔卡峡谷 科尔卡峡谷是位于秘鲁安地斯山脉的深峡谷 它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 深度超过3048米 峡谷位于阿雷基帕市西北约257公里处 是科尔卡山谷的一部分 科尔卡峡谷是由科尔卡河 经过数百万年的轻蚀作用形成的 这条河开辟出一条深谷 四周环绕着陡峭的悬崴和梯田山坡 峡谷由火山岩和硬轻蚀而裸露的沉积层组成 峡谷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包括秃鹰 狐狸 美洲驼 羊驼和洛马 数千年来 前印加文化园住民一直居住在科尔卡山谷 这些文化在山坡上建造梯田 来种植玉米和土豆等农作物 许多人今天仍然住在山谷中的传统村庄 以农业和旅游业为生 科尔卡峡谷因其迷人的风景 和独特的野生动物而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游客可以步行探索峡谷 也可以骑马货架车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 峡谷附近还有几处温泉 让游客在经过漫长的一天探索后 有机会放松身心 科尔卡峡谷周围地区已被宣布为国家公园 以保护其独特的野生动物 免和环境受过度开发 这有助于保护这个美丽的地区 公子孙后代享用 科尔卡峡谷以其壮丽的景色 独特的野生动物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为游客提供难忘的体验 无论您是寻求冒险还是休闲 这个迷人的目的地都不会令您失望 第一 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是位于毕鲁库斯科地区的 一座古老的印加城堡 它位于安地斯山脉乌鲁班巴山谷上方的山脊上 据信建于公元1450年左右 该一直在西班牙征服毕鲁期间被遗弃 直到1911年 美国历史学家海勒姆兵恶姆 重新发现它之前 它基本上一直不为人知 马丘比丘是南美洲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马丘比丘是印加皇帝帕查库提的庄园 也是他和他的家人的皇家度假圣地 该一直有几个梯田 广场 寺庙和其他结构组成 这些结构是使用没有沙浆的干石墙建造的 它还具有广泛的灌溉系统 允许该地区的农业 这座城市被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 一个用于宗教仪式 一个用于住宅 马丘比丘的主要建筑是 InteriorWanna 及太阳系装用于标记重要的天文事件 例如智日和春分点 其他著名的建筑包括三窗寺 它的墙壁上刻有三个梯形窗户 太阳神庙 中心有一块大石头 以及供奉不同神灵的其他各种神庙 例如Viracocca 太阳神英体 大地女神Pakamama 雷神Elopa和月亮女神Mamakilia 该市还有几个农业梯田 用于种植玉米 土豆 藜麦 豆类 辣椒 南瓜 西红柿 花生 厄梨 木瓜 番石流 香蕉和骨科叶等农作物 这些梯田有广泛的运河系统灌溉 这些运河从附近的河流中饮水 马丘比丘 被认为是当今存在的印加工程 和建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之一 它位于山脊之上的独特位置 提供了周围景观 和远处山脉的壮丽景色 它保存完好的遗迹 让人们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生活 而它的精神意义 继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他们前来亲身体验它的美丽 看完了 帮帮忙按个订阅吧 有想要探索的国家 地点 也可以告诉我们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